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继续为您带来俄乌战士的最新消息 一,武汉东部战士恶化,乌军从前线三地撤退 武汉五双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星期天说 武汉东部的战斗已经恶化 武汉军队已经向西,撤退至了新的房间 路德社报道 俄罗斯军队一直在东部稳步推进 战斗重点位于查奇夫亚尔珍附近和俄军 于二月占领的阿弗迪布卡西北部 斯尔斯基在TG上说 他的部队已在别尔地基村和姓梅尼弗卡村以西 以及靠近马林卡镇附近以南的诺沃米哈利弗卡村 建立了新的防御阵地 斯尔斯基说 俄罗斯在兵力和手段上拥有显著优势 并且能够在激烈的战斗中取得进台 他说,总的来说 敌人在这些地区取得一定的战术成功 但无法获得作战优势 斯尔斯基补充说 刚刚休整的布卡旅 正在这些地区进行轮换 以取代遭受损失的部队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 其部队已占领了别尔地基附近的 诺沃巴赫穆提夫卡村 但乌克兰军方 尚未对这些说法发表评论 乌克兰盼望着期待已久的美国军事援助 早日到位 官员们说 这位于阻止俄罗斯的入侵至关重要 许多西方分析人士和乌克兰官员认为 俄罗斯目前加快的步伐是今年春天晚些时候 发动重大进攻的前兆 人们还认为 沃斯科希望在美国的供应到达前线之前 利用其在弹药方面的显著优势 战争研究所ISW评估说 乌克兰将面临更多的短期挫折 尽管没有重大的战略失败 他写道 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 取得重大的战术进展 因为乌克兰正在等待美国的安全援助 抵达前线 但仍然不太可能压倒乌克兰的防御 乌克兰的另一个主要数量弱点是人力 这也有助于解释最近的战场轨迹 一项新的动员法将于下个月生效 预计将改善征兵程序 但事实证明 基辅非常不愿意明确说明 他还需要多少士兵 而莫斯科则不断的增加士兵人数 俄罗斯战斗机的质量 当然各不相同 但数量优势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罗伯李在某上发帖 如果没有其人力优势 俄罗斯的炮兵和空中优势将不足以 将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进展 相对人力状况可能是决定战争轨迹的最重要因素 特别是如果俄罗斯能够维持每月2到3万的招募 李补充道 当前战况是俄在加紧玩命进攻 乌克兰在等美援武器的到来 战况还是有点焦虑的 俄罗斯称击落17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 俄军一夜之间在多个西部地区用防空系统拦截了17架乌克兰无人机 一名地区官员说 乌军的袭击目标是俄边境州 属卡卢加的一个石油储存设施 综合法新社和路德社的报道 俄国防部星期天在即将通信平台TJ发文说 大多数的敌方无人机在林乌的边境上空就被击落了 其中9架在布良斯克地区 3架在库尔斯克地区 2架在别尔哥罗德地区 以及3架在卡罗加内陆地区被击落 俄罗斯尚未公布本轮空袭的整体伤亡情况 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声称对俄罗斯炼油厂和石油储存设施进行一系列的袭击 莫斯科则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 导致乌克兰多州城市的重要的能源设施瘫痪 面临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的情况 乌官员此前表明 乌克兰一损失约80%的热力发电和约35%的水力发电能力 据俄国防部城 大多数无人机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 库尔斯克和比尔哥罗德地区被击落 但是大俄的信息无法独立核实 与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居民区和基础设施不同 乌克兰一直在保守和克制的袭击俄罗斯的军政标 储油设施为俄军方提供燃料成为合理合法的大金票 三 加拿大宣布首次直接向乌克兰军用无人机生产提供援助 加拿大政府已决定向乌克兰追加价值300万加元的支援 用于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生产无人机 这是加拿大首次直接向乌克兰军用无人机生产提供援助 至于加拿大国防部披露的消息 加坊长布莱尔26日出席美方主导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室 做出上述宣布 加坊此项对乌捐助将与英国合作进行 布莱尔同时还证实 加坊另将提供约1300万加元捐助 以支持捷克为乌克兰采购和提供大口径的弹药的倡议 该项资金是在上个月 加坊宣布的4000万加元的基础上追加的 这意味着加坊对捷克的倡议的捐助总额 现已超过了5300万加元 布莱尔还表示 加拿大在今年2月宣布对乌捐赠无人机的基础上 将再增加100架无人机 使捐赠的无人机总数达到900架 这些无人机计划于今年5月开始交付 上述的各项捐款资金来源 为去年6月加拿总理特鲁多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时 宣布的5亿加元军事援助计划 至于加国防部公布的信息 加坊承诺 向乌克兰捐赠的50辆装甲战斗支援车中的首批10辆 将在今年夏天运到欧洲 在乌方人员接受相关培训后 这些车辆计划在今年秋季运往乌克兰 另外加坊今年1月承诺 原屋的10艘多用途船 预计会在今年7月交付 自2022年2月以来 加坊已累计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40亿加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鲍尔主燃坦克 装甲战斗支援车反坦克武器 轻武器 M777榴弹炮及相关的弹药 高分辨率无人机摄像头 冬季服装等 同时加坊还向乌军方提供培训支持 得到多助 俄发动大规模空袭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 乌韩官员星期六说 俄罗斯连夜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攻击乌克兰多个地区的能源设施 导致发电厂受损和人员受伤 综合外电报道 近几个月来 俄罗斯加大了对乌韩能源网络的攻击 造成停电 乌克兰军方星期六说 俄罗斯武装部队再次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申科则说 敌人再次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尤其是在地内波罗比罗罗夫斯克 叶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以及利沃夫地区的设施遭到攻击 还说 空袭造成一名能源工人受伤 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DTEK星期六说 旗下四个热电厂的设备在袭击中严重的受损 并有人员受伤 但没有提供受伤人数等响起 乌克兰空军城沃斯科发射了34枚导弹 其中21枚被击录 乌官员补充 乌克兰已损失了约80%的热力发电 和约35%的水力发电能力 俄还在继续作恶 不收是不行啊 五 俄罗斯警告 若冻结资产被西方没收 将严厉回应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日前报道 俄罗斯圣比德堡一家法院 24日下令冻结美国蒙根纳通银行 在俄罗斯的资产 报道称 这有利于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 寻求追悔因美国制裁 而被冻结在海外的近4.4亿美元的资金 法庭文件显示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 于4月17日起诉蒙根纳通银行 及其子公司 请求扣押其在俄账户中的资产 此前俄联邦外贸银行在蒙根纳通账户中 持有的4.395亿美元 因美国制裁而遭冻结 因此该银行要求法院冻结 蒙根纳通等的在俄资产 俄联邦外贸银行还警告称 蒙根纳通正在寻求离开俄罗斯 并可能会拒绝支付任何的赔偿 根据法院的命令 查封的目标包括蒙根纳通的在俄的资产 以及其俄罗斯子公司的股份 就在俄联邦外贸银行在俄罗斯发起诉讼之时 蒙根纳通也在美国法院发起诉讼 阻止自己的资产被查封 就美方做出没收俄资产决定一事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指出 美方决定将损害其他国家 企业和私人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 俄罗斯现在有充分的理由 对西方国家在俄罗斯的资产 做出对等措施 俄罗斯总统新秘书佩斯科夫 此前也表示 一旦没收俄罗斯被冻结资产 美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据路德社报道 当地时间27日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称 俄罗斯可能会通过扣押 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和投资者的资产 来回应美国没收其在西方被冻结的资产 对此 梅德维杰夫称 我们正在讨论 取消的抵押品赎回权 例如 法院判决对俄罗斯管辖范围内的私人财产 取消抵押品赎回权 是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因为这些人通常是俄罗斯经济的投资者 梅德维杰夫说 我们本应保证他们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的国家向俄罗斯宣布了一场混合战争 我们必须实质报复 梅德维杰夫表示 俄罗斯的法律需要修改 以允许扣押此类资产 以有利于俄罗斯政府 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里纳 26日也表示 如果俄罗斯资产被没收 莫斯科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但没有透露具体的战略和战术 昨天看了一下 世界各国在俄投资总和 可能还略超过俄的3000亿 这就相当于置换了 俄在行动中的本身可能并未吃亏 但问题在于俄这么一出手 相当于以后的后路就全部断绝了 游戏等资源也很难卖得出去 以后就靠东大一家供奉 他能撑得住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等下一个人上来了 他真的甘心让原来的 世界第二的俄国举国长期朝鲜化吗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节目最后恳请宽宇的朋友 给大雄一些打赏 国内朋友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人码 进行打赏 在此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